今年的五月份 一位广东烧友跟我说 他把影音室从客厅搬到了独立房间 还做了房间黑化 就差换台投影 我问准备换什么 他说三岁激光 还给我发了个链接 我们效果如何 他的回答让我虎去一阵 这么牛的吗 我礼貌地表示 有机会我一定好好试一试 但其实我的内心充满怀疑 而现在他就放在我面前 我用他玩游戏 看电影 甚至当显示器 在使用了上百个小时 并且测量了一堆数据之后 我真的能理解 他当时为什么那么说了 这个视频我们就聊他 海信V的CE Pro 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强 他能投射多大尺寸 亮度还够 色彩怎么样 如果把他作为 家庭影院的主力投影 你能获得什么样的观感 又会遇到什么问题 欢迎来到考拉上校的 发烧实验室 激光投影开机 不需要预热 所以晶系统很快 我先是打开这部 金刚大战特斯拉 因为这部片和三色激光 真的很配 香港的夜幕下 霓虹灯交相辉映 红蓝色调 对比非常强烈 两只巨兽在摩天大楼的缝隙中 穿梭往来 毁天灭地 从色彩上看 这台投影的色域一定很广 对比度肯定也不会差 否则这么暗的场景 会显得很灰 亮度就更是夸张 当格斯拉口吐巨型光束向我扫来 那种爆发力实在是太强了 这种观感和我用过的其他投影截然不同 如果说别人在努力地把画面中的高亮部分提起来 那这台投影的亮度就有一种在肆意挥霍的感觉 这对于HDR的效果来说太重要了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你没有看过太多的投影 站在现场也能看出和我一样的观感 我想了一个办法来描述这种观感 比如说 这是一台高亮度高色域的电视的观感 这是一台灯泡光源投影的观感 而CE Pro的观感就在它们之间 并且更偏向于电视 这种观感我觉得它来自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高亮度和对比度 极广的色域 还有数码感 三色极光的投影 从画面华丽的角度来说是好的 但同时也有一些副作用 下面我们用数据结合主观感受来聊 CE Pro亮度的官方数据是2350CVIA 说实话只看这个数据我根本不知道它有多亮 因为各品牌在以不同的标准标注自己产品的亮度 测试条件不同没办法简单换算 所以我自己测了一下不同模式下的实际亮度 因为投影的实际亮度和投射尺寸关系很大 所以我投射了从80寸到200寸 每20寸一个梯度 测量了不同尺寸的亮度 然后画了一张表格把数据填进去 这样你就可以根据自己投影墙的尺寸来估算一下 CE Pro放在你家里的亮度 注意我的投影墙是无增益的 如果你是增益幕 也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推算出来 比如说你是120寸1.5的增益幕 就把亮度乘以1.5 得到的就是CE Pro在你房间的实际亮度 那这些数据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呢 我在SID的网站找到这张图表 好莱坞数字电影联盟 DCI对于标准动态范围 也就是SDR的电影 推荐观影亮度是48尼特 而MX影院和杜比影院的亮度 能分别达到80尼特和108尼特 把它们两个平均一下就是100尼特左右 对照我测的数据 想满足DCI标准的话 CE Pro投射180到200寸以内都可以满足 如果想达到MX和杜比影院的亮度 投130到160寸以内也可以满足 对于高动态范围 也就是HDR的电影 参考MX和杜比影院 结合我的现场感受 亮度能达到100尼特左右 就能有一个很充沛的观感 所以如果你很在意HDR的效果 建议投120到130寸以内 如果你想投更大的同时 还想对于HDR效果来说有不错的亮度 那就要考虑增一幕了 像其他投影一样 CE Pro的影院模式 比标准模式亮度要低 但色准会更好 观感上也更接近传统投影 CE Pro的对比度 在我的环境下实测 开关对比度为1300多 暗示对比度150左右 这是我在相同环境下测过的另外两台投影 把它们放在一起看 你就会发现 CE Pro的对比度表现在 8000多这个价位真的是很强 这是我们的眼睛 在自然界中能看到的所有色彩 1990年国际电信联盟 在里面画了一个小小的倒三角 这个三角区域就是REC709色语 地球上大多数显示设备 都遵循这个标准生产 才保证了咱们看到的颜色 基本上一样 过了17年 由多家好莱坞电影公司 组成的数字电影联盟 又画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倒三角 这就是DCIP三色语 也就是我们平时最常听到的广色语 电影制作的全流程都遵循这个标准 我们在电影院中就能看到 更丰富真实的色彩了 又过了5年 地球人又研究出了超高清4K电视 国际电信联盟赶紧过来 又画了一个更更大的三角形 来来来 你们继续研究 有种把它超过 这就是BT2020色语 现在已经有不少蓝光电影 支持了BT2020色语 如果你用PortPlayer播放器 打开一部电影 按下Tab键 就能看到这部电影支持的色语范围 经过我的不严谨测试 CE Pro对这三种色语 覆盖面积分别是这样的 在影院模式下 它能覆盖96.8%的RAC709色语 而在其他模式下 它能覆盖98.7%的DCIP三 和96.3%的BT2020色语 是什么概念呢 目前我色语最广的显示设备 就这台OLED电视 它对BT2020色语的覆盖率为68% 而这台投影是96% 几乎完全覆盖 所以在这台投影上 自然我就会看到 原先在我其他显示设备上 没有看到过的色彩 在使用CE Pro这段时间 我经常打开以前看过的纪录片 奈飞的微观世界 BBC的绿色星球 还有行星地球 这些老片的色彩 焕然一新 比以前也更亮 更通透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观感 由于我们的视频 依然是RAC709色语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和我拍摄时看到的 差距还是挺大的 如果用它玩游戏 那就更加明显 游戏的色彩纯度比电影高很多 在全黑的环境下 有时候我会忘记 我看到的是来自投影的反射光 这种观感是非常新鲜的 有点像当年 从普通刷新率显示器 换到高刷显示器 那种跨时代的感觉 只不过这种感觉 不是来自流畅度上的变化 而是来自于亮度和极广的色域 当然这么高的色域 也有起负面作用的时候 这主要取决于 你偏远本身的色域范围 比如说在我的Z9X播放器的平保 这几张图就会出现色彩过饱和的观感 这个时候 如果我把投影设置成影院模式 让它的色域保持在RAC 709色域 马上就会恢复正常 这里顺便说一句 CE Pro游戏模式的延迟也非常低 控制相当跟手 这一点 在我用它当显示器的时候 也被验证过了 这是我的PC主屏 CE Pro当副屏 它们两个都是4K60Hz 当鼠标从主屏移动到副屏的时候 鼠标指针跟手程度完全是一样的 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高亮度高色域和不错的对比度 加上万元以内的价格 让很多人觉得 CE Pro是一台高质价比的投影 但在买它之前 我应该让你知道它的某种观感 可以说是一种数码感 或者是激光味 这种感觉我没办法很好的拍摄出来 用语言描述就是在高亮的画面下 如果离近仔细观察 隐约能看到一些类似于金属颗粒的小点在闪烁 就像是用高增益幕布的热点 但是又没有那么明显 高增益幕布通常会有暗角 但这台投影并没有这个问题 如果拿我的灯泡投影来比 灯泡机的亮度和色域 确实没有CE Pro这么惊艳 但它的观感确实会比 CE Pro更加柔和舒适 有人说这种数码感 是因为激光的光谱不连续造成的 也有人说是三色激光的干涉造成的散弯 我不确定 但我发现只要调整到影院模式 或者是在其他模式下把色温调暖一些 再或者稍微降低一些亮度 那这种观感就会大幅度的减小 所以我猜测这和亮度色温也有关系 另外CE Pro还有一个我没有见过的问题 就是在白色背景下容易看到一些随机分布的深色的点 这些点可以拍摄得到 在近距离白色背景下比较容易观察 但在正常的距离是发现不了的 还有一点我发现如果从眼镜的镜片四周去看投影 白色文字的边缘会出现很明显的阳红和绿色的彩边 而且会随着斜式的角度发生变化 非常的赛博朋克 这个感觉应该是三色激光独享的moment 最后说一下这个桌面支架我觉得非常好 全铝材料沉沉的做工也很不错 底座可以旋转 一颗四分之一螺丝和CE Pro固定 可以抚养调节 甚至360度旋转 而且阻拟感掐到好处 可以停留在任何一个角度 这对于放在桌面的用户来说非常的方便 甚至如果你愿意可以投在天花板上躺着看 我是没有这个条件了 不过我还是更加喜欢掉装 虽然安装麻烦 但是调好之后一劳永逸 如果你要掉装的话也要注意 这台投影的投射比是1.2比1 画面的缩放是数码变焦 对于家庭影院的专业用户来说 没有光学变焦就相当于一台定焦投影 所以为了达到最完美的效果 一定要先根据投射比 确定好投射距离再安装掉价 CE Pro它的观感对我来说并不完美 但是从一台投影的核心亮度 对比度的色域覆盖上来说 它在这个价格做的甚至已经超过了高一级别的投影 有些观众私信我求推荐1万左右的投影 现在我要说 如果你能接受CE Pro的观感 或者说压根你就不敏感 那它就是你的梦中情机 我是考虑上校 如果本视频对你有点用 记得帮我点个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